他记忆精湛 大胆创新金牌玉雕 并成了宫廷礼遇文化的精髓 这俩花一瞬间回来的时候 那瞬间你感觉心想都停止了 他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运辉宝 和金香玉奖牌设计制作 使中国玉石文化走向世界 金牌用白玉 银牌用清白玉 铜牌用清玉 这是由我来提出来的 他守故宫之托 仿制清二十五宝喜 被澳门富商何鸿燊 以尽千万高价收藏 总共就做了两套 他买了一套 现在那真是已经是价值连城了 可以成是孤品了吧 几杆肘头一张水凳 一埋头就是几小时 此刻正在玉雕大师张铁成 手上藤磨的 是皇家鲤鱼工艺中的一项绝技 链子火 链环的大小长度 内外圈的直径 都有严格一致的要求 稍有闪失 前功尽弃 雕工精 用料多 风险大 因此很多玉雕时 不敢轻易触碰这项技艺 张铁成不拘腻古法 大胆创新 钻研出一套独特的技法 创作出一批 巧夺天工 气宇不凡的链子火作品 中国玉雕历史悠久 金牌玉雕 远是一门皇家手艺 与花丝相嵌 锦泰兰等 同属燕京八角 张铁成爱上玉雕 源于小时候在故宫 看到精致大气的皇家礼气 玉气这个词 只有北京 才成为玉气 皇家它就是讲究气 成气 它不是雕一个小玩意 把玩把玩 不是 皇帝就是做一个东西 就是特别尊贵的 这件作品要摆在一个显著的位上 成为一个礼器 礼仪性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做的都是精雕细刻 而且做的端庄大气 成气 1967年张铁成出生于北京 从小对金文化耳濡目染 特别是对皇家玉气 其有独钟 在中学时期 偶然在报纸上 看到了北京玉气场 技校的招生信息 于是凭借良好的 绘画基础在一千多个考生中脱颖而出 1983年中学毕业 张铁成进入北京玉气场技校 成为了一名学徒 这时他才发现 要做的这一行并不容易 金正你觉得这高大上的东西 但起码你进厂里参观参观 你看好 粉尘在这造声 天天这么低头这么干活 他不是想像艺术家这样的 当时这叫一共 我们称之为手工艺 现在也可以称为手工艺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经过不到十年 我们基校的学生 就是26学生 就剩了五学生 都没精神下来 玉雕看来高雅精细 实则做工繁复艰辛 普玉成器 要经过项料 设计 切料 粗雕 细雕 抛光等工序 玉石在卫京大摩前 和普通的石头 看不出有任何差别 只有经验丰富的玉雕石 才能看出它内在的价值 张铁成善于阴才事宜 根据石头的自然走势和色彩分布 打造出气韵生动 微妙微笑的玉雕作品 熊中有秋鹤 刀下万物灵 就在方寸之间 大千世界被它一刀 一刻雕琢而出 玉不拙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 张铁成也在一次次 卓玉中 磨砺成器 2003年 北京奥运会 卉辉发布 一方命名为 北京奥运辉宝的 中国玉玺 给业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方玉玺是由张铁成等人设计之作 随后他又参与了金香玉奖牌的之作 中国印玉玺与香玉奖牌交相回应 巧妙地融合了中国玉石文化 与奥林匹克精神 也成就了张铁成事业的辉煌篇章 我们的奥运回宝 它是仿着我们青二十五宝中的皇帝奉献之宝 这个为原形来给它创作的 这只是我们在室存上有一定的讲究 比如我们的总高是13公分 就代表我们这13亿人民 台高是29 这个29就代表29级奥运会 这就符合我们的这种礼玉 礼制玉的这种特点 都是有想法有寓意 当年的奥运回宝 共计制作2008方复刻品 面向全球发行 开启了玉玺收藏的仙壳 此后张铁成又受托故宫 仿制清二十五宝洗 该洗被澳门富商何鸿燊 以近千万元人民币的高价买走 张铁成成为当代玉玺拍卖 纪录最高的玉雕大师 总共就做了两套 他买了一套 现在那真是价值连成了 可以成是孤品了吧 这就是库房 这里就是这么多年 全堆积各种各样的料 这上面为什么盖好多镯子呀 这是一个做手镯的料 这当时我买的做手镯的料 为啥一直没做呢 因为我觉得料 这料真是比较完整 我觉得这么完整的一块料 做手镯的料 我不舍得动 还是一直我也很纠结 我觉得是做手镯好 还是咱们做一件艺术品好 所以说这么多年 我就放着一直没有动 卓裕生涯三十余载 张铁成在技法层面 一时驾亲就熟 每当得到一块好预料 他还是跃跃欲试 却又思索良久 反复琢磨 不断进行新的尝试 张铁成的代表作之一 花开富贵 牡丹团扇 一张扇面上有1537个透颜 可谓是巧夺天工 做扇是什么意思 是一个弓扇 是有纱的感觉 后来我想能不能把这个 我们称之为弟子上透颜 但是这种薄呢 是之前从来没做过的 这个透工的时候 它一瞬间是使 这么大劲 是往下扎的劲 透工一瞬间 你立刻要 跟我做链子 是一样的要停住 1573个演 那你每个都要这么来一下 每个都能来一下 你看这真是一个特大煎熬 皇家御雕之难 一在技巧繁复 二在成本高昂 业界不少御雕师 更倾向于做人物 花鸟的小剑 再加之急求成效的商业风气 皇家御雕记忆 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张铁成把皇家器皿 御雕的传承 作为自己的使命 一直努力把中生所学 都传授弟子 希望倾注于蓝而胜于蓝 让中华文化瑰宝 永续发展 生生不息 对这个石头 也一个非常深沉的热爱 而且对它的脾气 脾气啊 秉性都非常了解 我觉得我是 有一定的驾驭它的能力 所以我就觉得 还是干这个事 我最踏实 心里是最安静的 日后是好与坏 是生活有多大压力 我是希望这会儿 还能继续把它做好 20公斤的 看20公斤那块料 这么大 这难得有这么多好多料了 你是从哪儿收的 这是免电买的 免电买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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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